漫画武林 我练功夫那些年 上一集聊到我小时候学的一门名叫双副手的民间鼓拳 创始人不详 传承表不详 以前的功夫不表演 都是关起门链 越是打人的招式 越不让人看 看了算是泄露机密 用的时候就不灵了 那时有句老话叫 功其不背 出其至胜 在我们当地还流传另外几门拳法 小链 小红 武雷手 创始人都未知 背景资料也不详 屏幕前有了解的小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些拳法流传了多少年也不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 都是没有经过文人美化修饰过的 原汁原味的古拳法 对功夫文化的考古探索 还是具备参考价值的 在我父亲习武的那个年代 少林寺还没有拍出来 刚刚经历完动荡的年代 在没有任何媒体宣传的情况下 周围的人仍然上午 谁家要是搞到一本老拳谱 不管是什么流派 那都是正宅之宝 腰上最要好的三五个无友聚在一起 研究一番 把拳谱里的小人的动作 聊在笔记本上 带回家反复模仿 要是听说哪里还有老前辈学过功夫 不管厉不厉害 都会去拜师 我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湖南不是武术大社 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这些武术之乡的文化底蕴 根本没法比 所以我们当地人大多仰慕北方的拳法 那个年代 谁要是去过一趟陈家沟 路过一趟苍州 回来后都可以在朋友面前吹上好一阵 那是那一辈人心目中朝拜的武学殿堂 点赞、关注 探索功夫文化的魅力 好戏在后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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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